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們看看兩種非常受歡迎的運動標 計時標和潛水標哪一種更加適合你 計時標我們選擇了一個代表 努力士的Detoner 這隻永遠都是一標難球 另外一個就是Omega Speedmaster 這碗標曾經上過月球 大家對它非常熟悉 至於潛水標方面 我們選擇了努力士的Submarinland 和Omega Speedmaster 300m James Bond也帶的碗標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 究竟為什麼潛水標和計時標會這麼受歡迎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帶這兩種標都是非常型 第二這兩種功能其實都已經開發了一段長時間 到今天是比較穩定和成熟 這兩種功能的碗標相對來說 它的性價比對比其他的複雜功能高很多 市場上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款式給大家選擇 所以大家都是比較喜歡的 我們試試看計時標究竟有什麼特點 計時標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分開有兩個或三個小盤的計時標 兩個小盤的計時標 一般來說九點鐘位的小盤 都是那個行定的小秒針 而三點鐘位置是一個計時盤 它可以是一個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四十五分鐘或六十分鐘的刻度 三十分鐘和六十分鐘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半個小時和一個小時 為什麼會有十五分鐘呢 般來說是用來計算Rigata就是帆船賽起步點 而四十五分鐘喜歡足球的人都知道 半場就是四十五分鐘 所以有些計時標是會有四十五分鐘的刻度 至於三個小盤那種計時標來說 多了那個盤是十二個小時計時刻度 可以量度更加長時間 譬如好像Detoner的耐力賽一樣 它是二十四小時 即算計算十二小時也好都要走兩圈 另外譬如我們坐飛機比較長的旅程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的飛行時間究竟有多長 計時標另外一個特色在它的標圈 標圈一般來說都有刻度 最常見的叫Tachymeter幫我們計算平均速度 假設有一個moving object 好像一輛車一樣 它走了一公里或一英里 我們看看那個計時秒針停的位置 指著那個位置就是它的平均速度 另外一種刻度Pulsometer Pulsometer的刻度是給醫護人員計算病人的心跳 如果我們可以量度病人三十下心跳 用了多少時間 但那個reading每分鐘的平均的心跳的速度 第三種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 刻度叫Telemeter 因為Telemeter是利用了聲音和光 兩種不同的travel speed 計算一些事件距離我們究竟多遠 舉個例如打仗的時候 我們聽到一聲炮聲 聽到炮聲之前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火光 光是比聲音快 如果我們計算看到光到聽到聲音這段時間 錄數讓我們看到究竟這個炮是距離我們多遠 在打仗的時候對於軍人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之有用的功能 講了兩樣關於計時錶的功能 我們看看關於潛水錶方面又如何 如果這個潛水錶是有ISO6425的規格的話 最少都要有100米的防水深度 今天其實100米已經不算是甚麼了 因為很多專業的潛水錶 都能夠防水300米以上 有些甚至去到3000米 比較extreme的case 好像努力士的Sea Driller Deep Sea Challenge 這一款抗驗錶 它是可以防水去到12000米 都是曾經去過我們已知地球上最深的海藏去探險 除了防水之外 另外一樣東西都非常之重要 就是在黑暗中的獨時清晰度 因為在水底下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光線 這隻潛水錶是需要給潛水源非常清晰地看到的標盤 怎樣可以做到這樣呢 第一件事的標盤的設計必須要有比較大的反差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用一個黑色的底 或者一個非常之深色的底 配一些淺色的時錶和淺色的指針 還要加上一些夜光的物料的塗層 確保潛水源在水底都可以很清晰地獨視 另外一樣非常之重要的功能對潛水源 就是單向旋轉的標圈 為甚麼要單向旋轉呢 標圈上面有些黑度 是一些五分鐘的黑度 是方便潛水源計算它下水的時間 潛水源揹著一個水肺 水肺供應氧氣有一定的時間限度 單向旋轉就算意外地移動了標圈也好 潛水源看到的黑度永遠都是少過實際氧氣供應的時間 保證了潛水源在水底的安全性 好了 今個星期講了計時錶和潛水錶的特性 我們下個星期來看看它的差異性和相同點 然後我們再選出究竟哪一樣更加適合你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下 我們下個星期下 我們下個星期下